老师非常谢谢你这三年来对妈妈的照料 妈妈有很大的进步 可是因为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 她就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离开老师这边的时候 我们最后是可以吃东西的 可以吃掉四分之三块的蛋糕 她生日的时候 母亲节的时候吃四分之三块蛋糕 可是过去了大概一两个月就不能吃东西了 不能吃东西我现在看起来是因为 我们吃的那个神内的抗凝血剂的那颗药 使得它胃出血 所以我们本来吃300cc的罐食 后来都因为吃了会吐 所以都改成250 这样一直到现在都是250 这样那回来了以后 回来之前是大概有做到也快一年了吧 不到一年了至少有八到八九个月了 从不能吞不能吞食嘛 不能吞连水都不能吞这样慢慢慢慢从冰刺激开始 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们说要用那个棉花瓣沾柠檬汁 可是那时候后来就是我我就比较苏懒就没有没有这样做 所以现在是用冰水那那可是那时候就进步很快 是不是因为我苏懒了没有用这个柠檬汁的冰棒来做也许会更好一点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我没有跟老师做一个很好的配合 所以用这个冰水可能刺激不够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那回来以后到现在又做了大概有一年半 回来回到这附近的养护所 大概有做到一年半 那但是一直都是还在这个阶段嘛 就没有能吞咽还在做这个嘴巴吞咽的动作 那请老师帮我讲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用冰刺激或怎么样 那老师现在要离职要离开我们 那也请老师给我一点点那个明灯 我该怎么样来帮助妈妈这样 第一次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的专业反应什么的比较速度也比较快 然后白衣也比较明确 然后那也是冰箱自己做了一阵子之后 开始慢慢用少量的水 然后快凝饱加水 然后也是慢慢试慢慢试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才试吃很多东西 然后从布丁啊 对然后从布丁开始吃 然后布丁然后吃到软质的固体 米瓜 茄子 豆腐 然后就慢慢试吃 然后那个时候她的 她的整个嘴巴功能跟吞的动作比较明确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慢慢试慢慢试 那婆婆那个时候是整个清醒的程度 跟整个人的反应速度是很明确的 然后所以她有她自己就是咀嚼 然后吞的步调是很清楚的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敢开始给她吃东西 对 然后那只要搭配她自己本身咀嚼的速度跟吞咽的步调 然后那她自己其实是可以把东西吃得很干净 嘴巴里面也没有什么残余 然后那吞的动作 然后吃的时候都可以很稳定 对 然后那个时候她自己会控制她就是不会太快 然后也不会呛到这样 对 她那个时候可以自己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动作在 对 然后呢 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就比较可以开始吃吃真的东西 那她这次来的时候啊 因为整个人的反应是比较顿顿 比上一次来讲的反应速度比较慢 对 然后那也包括她就是在 重新再试做了沾水 然后试一些嘴巴的功能跟嘴巴的反应 跟吞咽的反应来说都还算是时间都还算是比较慢 对 然后所以目前来讲还不建议给她放真的东西进去吃 对 然后不过呢 就是偶尔我会用一些比较少量的水 冷水或是有点冰的水 然后那看看说她吞的时间到底要多长 对 然后那目前来讲如果是用这个汤匙 然后舀水就平齐的水 然后让她含着 然后让她一起吞 对 她大概可能都还是要四到五秒以上 对 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含着 她可能就不一定有吞 对 然后所以这样状况之下的话 就决定说先不要让她还是不要让她用吃的食物这样 对 然后让她继续做一些冰刺激 对 然后那看看说她的嘴巴功能可以提升到 到就是比较反应快一点的状况 然后那吞的动作也可以到反应比较灵敏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来看看说是不是适合吃食物 对 然后那所以目前的阶段还是以做冰刺激为主 对 那因为她的皮肤比较薄 对 就譬如说包括她有一些就是手的皮肤啊 她现在的皮肤比较薄 然后所以这一次我就没有再加上用柠檬 就是没有用酸的 对 以用冰的为主 对 然后就是怕她的口腔黏膜太脆弱 然后如果用柠檬的话 有一些人的口腔里面的黏膜 其实会是很容易被破坏掉 对 所以我们现在阶段还是先以冰的为主 那如果她接下来口腔的功能 跟她吞咽动作的提升有比较明确 然后那状态也比较清楚 那那个时候有可能就可以再替换柠檬这件事 柠檬冰棒这件事情 对 然后所以现在间阶段的建议大致上是这样 对 然后所以就可以让她平安稳定 然后有些许进步就很高兴了啦 对 然后那不过因为她年纪也稍大 所以就我们也就配合她的步调 对 然后让她看可以慢慢有进步 或者是说让她可以维持 对 先以她的平顺的状态为主这样子 对 好 然后所以可以让她平平安安的最重要 好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也祝福老师 离开这里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 相信以您对这个 这个我妈妈的这个照顾的这个专业跟热忱啊 我相信你到哪里都会非常受欢迎的 好 谢谢 好 那就祝武老师 翻成万里一帆风顺 好 谢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